李明義 李明義叫做 李明義 他跟李明澤 就也很巧就差一個字 西隆基太太李嘉芬現身台南服務處 不只自己的名字 跟韓國瑜太太李嘉芬同名同姓 親弟弟名字很巧 跟李嘉芬的弟弟 念起來只差一個字 所以我哥哥現在是 就是專心做他的事業 對 所以我們就是台南市縣市合併以後 他就沒有再參選 有大概我們的政治背景是有一點相像 兩夫妻過去同台 兩位李嘉芬被稱為大小嘉芬 兩家人獨相似 韓國瑜早期當立委 太太李嘉芬是政治世家 弟弟李明澤是現任議員 家裡開砂石場 家庭富裕 而現隆界現任議員過去從事建築業 太太李嘉芬 哥哥是前縣議員開環瑪公司 韓國瑜過去聲稱庶名 買賣千萬房產被公共破公 而現隆界則被國民黨列不分區立委 五十九筆的房產攤在陽光下 到底如何辦到 因為它有很多是 都是幾坪很小的土地 或者是以前有一些什麼陸地 可能家裡的就是那個財產賣走 然後有一些陸地大大小小的 探營部分房產是繼承 小家芬說 現隆界一開始是開玩具工廠做生意 後來轉戰建築業慢慢累積財富 他是做玩具工廠 就外銷做外銷 後來有那個轉到那個建設公司 就是跟他的朋友一起做建設公司 對 所以他就是對我們一些 那個建設啊土地啊 這方面的還滿算是內行啊 現隆界從一屆生意人之後選里長 再到投入政壇 不過太太也自爆 現隆界里長任期沒結束 獲得鄉親支持 轉戰議員當選 開啟了從政之路 也因為選舉 跟漢國有更一層的接觸認識 兩邊家庭背景相似 太太名字都叫李嘉芬 現隆界擁有大批房產 也被外界關注好奇 三十五週上楊紅樹豬 太陽報導